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移民法规定 拥有中华民国护照 却没有我国护籍 拿不到身份证的人 就被称为无护籍国民 不但无法享有国内应有的劳健保等福利 甚至在台湾半年之后就必须离境 19号由一群菲律宾华侨控诉政府身份证取得不易 害他们生活不受保障 还变成台北两国之间的国际人酋 运采科技总经理翟小碧今天表示 由于发生员工舞弊情势造成各级长官困扰 他已经向公司口头请自获准 表示负责 台湾便利商店密度高居全球之冠 为了推动节能减碳 内政部今天和台湾四大连锁便利商店业者正式启动绿色便利商店认证计划 达到省电目标的商店将可获得认证 内政部长将一话表示 希望在三年内完成全台所有便利商店的认证 到时候每年将可以有效节省5400万度以上的用电 今晚也是电视正的报道